美国针对中国倾销进来动作评评 现实财政部长叶伦警告北京 才能过剩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美国总统拜登17日到宾州匹兹宝造事实 也将矛头对准中国 佩登不仅言辞批评中国行为 更提出多丧反制的贸易措施 除了要将中国钢铁关税 从现行的7.5% 一口气提高到25% 拜登政府也持续对墨西哥施压 强烈禁止中国 透过美国邻国洗产地来规避关税 而在拜登演讲之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宣布 将对中国海运物流和造船业 展开301条款调查 让中国商业部气到直跳走 凡指美方一错再错 扬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事实上不止美国 欧洲近来也对中国厂商 是否在市场倾销电动车展开多项调查 随着美欧先起保护主义浪潮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慈认为 若继续沿着目前方向前行 欧洲贸易紧张 可能演变成全面贸易战 它更将可能的摩擦形容为火车事故 指出欧洲领袖不坐下来 加强对话 那么脱钩就有可能会发生 而除了经济面反制 华盛顿时报专栏日前也爆料 美国国家情报单位正在调查 中共高层腐败干引力资产 观察人士解读 若这份报告出炉 将对中共带来格弹极杀伤力 而在经济以不见起色的情况下 也势必会威胁其政权合法性 记者 新雅 整理报道